合同呢 合同呢 哎呀 哎呀 我的天哪 真烦死人了 吴总他们家装修什么时候结束啊 有完没完了 装修是一辈子的大事情 当然是要好好的装修了 要是我买了房子 我也要好好的装修装修 就你 哎呀 你还是死了那条心吧 最大的愿望 可能就是攒够钱 回老家盖三间大瓦房 对吧 荒山野岭的 别说装修啊 就算你咋折腾 那也不会扰民的呀 对了 我问你一声 你们村通电了吗 你怎么说话的 你怎么说话的 我们村 村村通有线电视都通了 喂 你好 对 这里是锦绣家园上楼处 请问先生 有什么可以上来的吗 买楼 等会儿 快点啊 别当我业务 对啊 现在我们卖的最好的呢 是120平米的大三巨 牵手好窄 哎呀 先生 有没有搞错啊 真会开玩笑的啦 好 好 我叫阿鸡 在这等候你的光临好不好啦 哎呀 你直接找我就行了 回家里头行 就让我啊 啊啊啊啊啊 好好好 待会儿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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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共进晚餐啦 阿蛋 你还有完没完啊 啊 不好意思 我 我最近好好忙哦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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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个人怎么搞的 年轻不是都说了吗 他最近好好忙的 就这样吧 再见 阿龙 你干什么 我的一个老客户 说不定 共进晚餐之后 还会有奇迹发生 什么奇迹 你是卖楼呢 还是卖自己了 我最看不惯你那 嗲声嗲气的死样了 共进晚餐 一看就知道 对方没安什么好心 这傻子都看得出来吗 我怎么没看出来 我怎么忘记说你傻呢 我跟客户去共进晚餐 纯粹就是为了卖楼 我你还不了解 我就是因为太了解你了 阿龙 你不是也老是和客户共进晚餐 你今天是怎么了 谁招你了 真是见了鬼了 这电话牌班 今天我是头牌啊 可从早上到现在 我一共接了六个电话 没有一个是看房的 我跟您的阿姬 接的电话全都是要求看房的 真奇怪 也是啊 按道理说 这客户要是打电话 都是按照广告上的顺势打呀 这排行老三的阿姬 怎么电话老是响咧 也许是他们运气好咧 没道理啊 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先生请进 现在您看到的这种户型呢 是我们卖的最抢手的 相信外面的瘦楼板呢 你已经看过了 这种户型呢 我们已经销售一空了 都卖光了你让我们开什么劲儿 这种户型呢 我们仅剩一套 还是我们老板给自己孩子留的 现在呢 因为他的孩子要出国留学了 所以呢 就决定转手 哦 我明白明白 这个房子的格局嘛 的确很合理 还好也是很济眼的了 看来我今天的运气还不错了 是的 尤其是有你这样漂亮的小姐 给我们做介绍了 我咋就没看出来这套房子合理在哪呢 客厅太大 卧室嘛 又偏小 是这样的 现在呢 比较流行这种大客厅小卧室的设计 我们这种设计呢 是专门为成功人士准备的 就像先生 您这样 年轻有为的男士 一定是朋友很多吧 这样呢 在大客厅里 举行个party什么的 一定是既体面又方便 而卧室的主要功能是睡觉 小一点就更显得温馨嘛 哈哈哈哈 有道理有道理 小姐可真会说话 哈哈 我的朋友真是很多很多了 都是那狐狂狗友 要是要去家过日子 不是办公会客的 我不喜欢 这位小姐说得非常对 去家过日子是需要安静的 客人太多了也是不好 那下面咱们参观一下厨房 跟洗手间好吗 好好好 嗯 就看洗手间 我这个人哪 最重视的就是洗手间了 确实也是 这个洗手间 行了 洗手间有什么好看的 哈哈哈 小姐 我可不可以和我的爱人 私自商量商量呢 啊 可以可以 当然可以 那我 哎呀 搞不好跟你讲的嘛 我这正忙着呢 哎 那您二位先商量着 哎 太不像话了 你竟然当着我的名字 你竟然当着我的名字 你竟然这样 哈哈哈哈 哇 哈罗啊 你平时一向挺激烈 好聪明的嘛 这个时候怎么看不出个眉眼高低呢 你这个样子 房子怎么会卖得出去嘛 我怎么了 怎么啦 哎呀 你真是个孩子啊 我是过来的人 我的眼睛十分毒辣嘛 哈哈 就拿刚才那个夫妻来讲嘛 很明显 那个男的好色嘛 对你感兴趣嘛 他老婆正在去你的处 你记不记啊 哎呀 阿罗 你是卖房子啊 不是第三者插足啊 男的再感兴趣 旅都不同意 你房子还是搞不定呢 鸡不鸡啊 没错啊 你说我怎么就早没想到呢 要没有关系嘛 调整一下战略 说得对 啊 叶大妈 谢谢您啊 这单要是成了 我请您吃海鲜 我先走了 谢谢啦 叶大妈 您待会儿再出去啊 待会儿 喂 先生啊 我们这里有三种户型 肯定有一款适合您 我叫阿姬 我在锦绣家园上楼处 等候您的光临 拜拜 拜拜 阿姬啊 怎么看房子都打电话找你了 你今天应该排第三个了 这证明我的运气比较好的 谁呀 谁呀 谁呀妈呀 这这谁呀这是 这开楼啊 台湾有谁 楼上福总他们家呗 我昨天上他们楼上去看了一秒 你猜福总怎么都 他嫌他家客厅太小了 要把客厅这个墙打掉 然后把客厅和阳台连在一起了 这五十平米的客厅 还嫌小啊 这胡正都要干啥啊 开舞厅啊 我听说他老婆以前是一个舞蹈演员 我说不定他要把他家的客厅改成一个舞台 让出老婆练功了 我听说一个舞蹈演员 一个大跳最少要跳出十几米了 你拉倒 胡总他老婆那身材早弧行呢 腰比水桶还粗 还练功呢 阿姬 樓上就这么折腾 你管不管 要我管 靳总 你气糊涂了吧 那我一卖楼的 拿管的老人业主 装修 怎么搞错 那我不管 房子我是从你手里买的 现在折腾成这样 你必须给我解决 否则我退房 不是 记住 你看啊 你原来搬进来的时候 不是也叮叮匡隆 装了两个多月 我哪有他狠呢 啊 他比我很多了 这一气垂下去 我们家的墙皮可就直掉账 算我倒霉 谁叫我跟他住隔壁呢 阿姬 你得赶紧想办法治治这个什么 狗屁胡总的瞎折腾 否则的话我要求精神赔偿 靳总啊 我跟你说 这个胡总 他是一个画廊的老板 固定资产就有好几千万了 哎 人家刚从海外回来 哎 财大气粗给 我们不好走他 哎呀 哎呀 才几千万就敢说财大气粗 笑话 从国外回来的怎么了 那是他那外边混不下去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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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靳总 胡总这回事 他吓大气粗 你听说他这回装修 要什么 国际水平 深圳超一流 你个小小的画廊老板 还敢说什么 深圳超一流 哎呀 那我们这些身价过异的 本地上市公司的老总 往哪摆呀 那我们这些身价过异的 本地上市公司的老总 往哪摆呀 这 有你啥事啊 下仓够啥 我不是瞎仓够 我就是在想嘛 他出过狗 有某事了不起 张口OK 闭口业 假洋鬼子 这种啊 你就不能灭他一道 中修一共更气派你 给他们本地的民营企业交 也争一口气啊 你就别火上交友了 而且不够乱哪 阿丹妹子说的有道理 我不能给他们本地的民营企业家丢脸 我今天就找人摄影 明天施工 让他见识见识 真正有钱人的大手笔 哎呀 吓死人了 知道这是装修呢 不知道的 还以为拆楼呢 真是受不了 哎呦 真是大姐 您可真幽默 楼上这间的装修啊 已经接近尾声了 很快啊 很快啊 我们这里将恢复往日的 啊 恢复往日的宁静 哎 梦谁呢 小妹妹 我就从来没听说过 装修接近尾声 还得再砸墙呢 大姐真是明察秋行 眼睛里面不揉沙子啊 不不 没关系的了 等我们搬进来 反正也要装修的嘛 到时候我们好好地 折腾折腾他们 对 到时候你们一定也好好装修装修 也折腾折腾他们 折腾来折腾去 还不是折腾咱们自己 小姐 你们这儿 有没有经装修好的房子 有啊 我们这里有最好的设计师 不不不 不行不行 我要自己设计 那样才能反映出 我的个性和追求嘛 阿罗小姐 你们这里 有没有毛批房了 有啊有啊 我们这里有最好的毛批房 哎 怎么这么一回 就有带精装修的 又有毛批房 这可是两套了 你刚才不是说 只剩这一套房子了吗 是是是是是 是是 是这样的 我们确实是只剩下一套 带精装修的房子了 可是如果要是可不需要的话 我们完全可以把 带精装修的房子 再恢复成原始状态的毛批房 阿北 客户就是上帝嘛 小姐啊 四人也都能让你给说火了 装修不装修 那是以后的事儿 咱们先说现在这双房子 嗯嗯 你们这儿离市区也太远了点吧 再说 你们每平米起价 要八千八百八 这不是抢钱吗 大姐一下就看到了问题的实质 真是令人佩服 先生你有这样的闲内住 难怪生意兴隆啊 大姐 从表面上来看呢 我们的楼盘是稍微的贵了一些 可是呢 我们要免去客户一年的物业费哦 而且呢 您的孩子上学还可以就近 华侨城小学可是重点啊 您还可以免去入学的赞助费 这里外里就省多少钱呢 嗯 说的也是啊 啊 这 大姐 您觉得我们的楼盘离市区远了一些是吧 告诉您 明年市政府将来这里 绣一条高速路 直通深南大道 从我们这里开车到深圳火车站 只需要二十分钟的车程 您说方便不方便 当然了 我们这个楼盘的销售对象呢 都是像大姐您这样有私家车的客户 对于那些骑单车 或者是坐公车的朋友来说 我们这里确实是远了一些 那是 哎 小姐 不过你们的阳台是不是小了点啊 嗯 是啊 大姐的眼力真是厉害啊 一般来说呢 是先生注意大局 女士呢更注意内部结构 我也觉得我们的阳台的设计 确实是稍微的小了一些 不过呢 应该是够用了 你们这儿啊 还有一点劲 我这个人呢就喜欢热闹 哎呀 不会的大姐 哎 在我们楼盘的北面 有一个大型的农贸市场 非常的热闹 生活呢也很方便的 真的呀 是太好了 哎哎哎哎哎 什么 还农贸市场 是的 你们这里可是号称高尚社区的了 对 还大型农贸市场 还大型的 不行不行 我这个人喜欢静 哦 没关系 我们的设计师呢 也未像您这样喜欢静的客户想到了 所以呢 在我们楼盘的南面 开辟了一条人工湖 绿树成荫 人迹寒致 尤其啊 是到了天黑以后 连捷到的都不敢往那去 我的妈呀 你说这些野猪林吧 先生您太会开玩笑了 反正呢 我们的楼盘就是这样 闹钟取静 动静相宜 如果先生喜欢静的话 完全可以在房间的南半上活动 如果你喜欢闹的话 完全可以在房间的北半上活动 这样呢 各取所需互不干扰 整个深圳市就再也找不出另外一套 这么适合你们的房子了 太好了 我决定了 买 太好了大姐 太明智了 我也决定了 再考虑考虑 好 好 好 有点 在上楼处等候您的光临 也直接找我就行了 到时候让我向您详细介绍 好好好 拜拜再见 大家辛苦了辛苦了 过来过来咱们开个小会 小陆 上边又有什么新的精神吗 叶达妈 新的精神很多呀 可惜没有一条 跟你有关系 刚才我发现 茶座上有几个杯子没有收拾 需不需应该罚款呢 你不要动不动就罚款吗 我去休息干净就可以了吗 我是向大家来报喜的 总公司对我们售罗出 上个月整体的销售业绩 十分满意 结果已经统计出来了 好业好业好业 该发钱咯 真的 阿丹 你别高兴太早啊 就你的业绩差 待会儿再收拾你的问题啊 值得表扬的是阿基 他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 就卖掉了三套房子 而且还签订了两个意向 希望大家向他学习 阿基 跟大家说说你的成功经验吧 好好好 我 有啥要说的 大家都熟人是吧 谁不着解谁呀 如果这个月吧 也就是运气好点 是吧 那下个月还不得咋回事呢 你不能卖三套房子 就讲那成功的经验 多加上笑 人家阿罗吧 有一个月卖六套的记录 那才叫本事呢 让阿罗谈吧 对 阿罗 你也谈谈 说你啥你还不承认呢 上个月 我费了吃奶的力气 才卖出一套房子去 我谈什么谈 好了好了 不说就不说 希望大家再接再厉 再创佳绩 有客人来了 姑娘们 上 姑娘们 上 喂 你好 喂 你好 请修家园寿楼处 请问一下 您拨的是什么号码 好的好的 再见 明白了 偷梁换柱 真有你的 你会换 我也会换 在寿楼中 等候您的光临 你再找我就行了 我会详细的再向您介绍的 拜拜 阿滴 业务处忙啊 这是公司给你的处罚决定 你看看吧 阿滴 阿滴 发发五百百百百 詞曲 李宗盛